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的选择就是我会先算好我目的地的时间 如果现在目的地的时间是凌晨 就是该睡觉的时间的话我会倒头就睡 因为就是我已经两天没有睡觉了 所以基本上我在飞机上就不会出现一点都睡不着的情况 然后我就会倒头就睡 然后如果说是上飞机的时候可能刚好是白天的话 我可能先会就是复个面膜卸好妆 然后可能会有餐先上来 然后吃个饭大概过两个小时之后再开始睡 就基本上如果在飞机上大概十几个小时一直在睡觉的话 下飞机了之后我就不会困 所以说即使下飞机的时候我是白天不该睡觉的时间我也不会困 如果是晚上的话 因为坐了很长时间飞机我睡觉还是能睡得着 只不过可能睡不了那么长时间 所以基本上我倒时差不会多于一天我就倒的倒的过来 然后第二个呢是要说在上飞机的一些妆容和穿衣搭配 首先说妆容吧 就是因为我刚刚说我会把洗澡偷到最后嘛 然后因为一晚上的时间我这一晚上可能会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比如说什么我不是很喜欢涂指甲油 但是可能会涂涂指甲油 然后敷好好几个面膜什么鼻膜什么眼膜脖子什么很多面膜都要敷 然后身体上的什么各种擦擦擦 反正就是基本上平常没有时间做一些会很麻烦的那些什么按摩膏啊 什么乱笑到我都会在那天晚上做 然后大概都做好了之后就要化妆 但是基本上我在飞机上呢化妆 我不希望就是看起来特别憔悴那种完全素颜 这样就看起来不太好 但是如果是化一个整套妆容的话 确实在飞机上卸起来比较麻烦 然后如果要是二三十个小时不卸妆 这真的也是就是特别伤皮肤 所以我是想说大概简单的化个妆 就是看起来精神一些 但是也不是那么难卸的妆容 所以我基本上会基础的skincare做好了之后呢 会涂防晒 然后是隔离 然后比起粉底液 我可能会用气垫 就是因为我觉得气垫是那种上妆感很好 但是它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它的持久度太短了 所以我可能会用气垫这种 因为我会上飞机之后就卸掉 这种上妆感很好 但是持久度短这种产品 其他所有的化妆品那一天 我可能都会用这种上妆感好 可是持久度低 以前平常不太会使用到的这种产品 然后上好粉底 上好气垫了之后 可能大概上一个粉饼或者是散粉 大概定下妆 然后我会简单化一个眉毛 然后涂个口红就这样 然后口红可能会选择一些比较自然的橘色 或者是裸色这样子 然后比起 然后我肯定是不会化眼妆 因为我觉得眼妆在飞机上卸起来实在太麻烦 而且就也很不雅观 所以比起眼妆会给你带来 就是人看起来精神的那一步 我会在其他的细节上 比如说会选就是比较精致一点的耳钉 然后就看就是整体看起来 就不是没有打扮过 但是就是稍微有用心打扮过一点 可是还是看起来比较素颜的那种 就是大概是那种感觉 然后可能就是在这种accessory上会多下一些功夫 然后最后肯定会做一下头发 可能我平常也会自己做一下就卷一下头发 但是我在飞机前的这个头发 我会做的比平常更卷 因为要二三十个小时洗不了头的话 它这个卷很容易开 所以我可能会卷的更比平常更夸张一些 这样的话在飞机上即使睡觉 它也不会就是卷都开这样子 然后这大概就是我的妆容 然后穿衣上的话 我可能上衣大概会选一些比较休闲的卫衣 然后毕竟坐飞机 我可能不会穿就是高跟鞋裙子 或者紧身裤这些就是很不舒服的 就是这种衣服 然后上面可能会穿卫衣 下面的话可能会穿那种阔腿裤 或者是比较宽松一点的那种裤子 就是现在比较流行 就是裤腿比较宽的那种 稍微看起来像丈装的那种裤子 然后既可以搭配运动鞋 这样看起来比较休闲 也可以搭配高跟鞋 就看起来比较正式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搭配 然后我上飞机了之后呢 基本上就是才两个小时之内 我一定会把装卸掉 把装卸掉了之后 我会就是敷一个面膜 然后在我知道在飞机上敷面膜 可能就是会有一点怪怪 但是真的飞机上 如果是十几个小时的飞机的话 真的是太干了 然后真的是空气不流通 皮肤真的特别特别不舒服 所以我基本上会等他们 把灯关的时候 会偷偷敷个面膜 然后敷面膜的话 我可能会选那种 大概是黑色面膜吧 因为黑色的那种面膜 可能就不太显眼 然后我刚卸妆的时候 这个第一个面膜 会敷那种比较保湿一些的 这种面膜 然后敷完面膜了之后 去背身间大概洗好 然后做一些基础的 就是水乳液这样子 然后我就开始睡觉 然后在降落前两个小时 我会再敷一个面膜 这个面膜我可能会敷那种 就是gel状 然后是那种稍微透明的 然后可能比起补水 它更加是滋润的效果强一些 主要是让后面的妆感 更加服贴 主要是这种效果 然后就是把这个面膜敷好了之后 开始就是化简单的一些妆 基本上就是这个时候会眼线 就是正常的所有妆都会化好 然后如果说是出差 然后你是在登机箱里有位置的话 我可能会放一双高跟鞋 然后可能下飞机的时候 就会换一双高跟鞋 这样等你到达的时候 可能就不会头发也是脏脏的 然后素面朝天 然后衣服也是那种 特别家居那种衣服 然后就整个给人看起来不好的 就不是特别好的那种状态的感觉 因为毕竟我觉得坐飞机来机场接你的人 基本上都会是真的是很长时间没看到的那种 我不太希望就是这么久没见到的人 给他的第一印象是那种特别拉搭的形象 所以我可能在下飞机之前真的会把妆都化好 然后衣服也都化好 喷一点香水这样子 就让人看起来不是那么的疲惫 主要就是这样 然后我现在就是来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化妆包 这是我在飞机上的化妆包 然后我是刚从纽约飞到首尔 所以现在还没有打开 这个化妆包我只要有点丑 但是它很大又很轻 所以我就基本上都会用这个 首先呢是我会在一个袋子里放这个化妆棉和棉签 然后会准备一瓶香水 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配香水 因为我就像是有阴影每次就是放到这种箱里面都会洒 可是你懂得坐20多小时飞机的话 还是必要的 然后就是隐形眼镜的水 有上飞机卸妆的时候会同时把隐形眼镜都卸掉 然后就是洗面奶和这种卸妆卸妆的 这个因为我没有化眼妆嘛 就上门卸妆的时候 所以我就不会带眼纯卸妆了 我就只带一个卸脸部的这种 因为空间有线嘛 然后放到这种瓶子里面 然后和这个洗面奶一起 然后就是我会带一些这种基础的水和乳液这样 就是做基础的就是护理 刚才在那个妆容中我还忘记到就是 因为不化眼妆 我可能会在高光这种地方多下一些功夫 然后让你看起来可能会更加的 脸部更加的亮一些 因为就是不化眼妆嘛 所以就希望在别的地方更加看起来有立体感一些 然后我选择的这个高光产品呢 是就是比起那种非常自然的高光 我可能会用那种稍微闪一些的高光 就不会是那种平常日常的那种高光 这个是BECCA的一个高光 它和这个是我在斯布兰打折的时候一套这样录的 然后这款高光就不是那种非常自然的高光 而是你就是会有 就是它会 你会很闪的这种 我觉得就还蛮好用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坐飞机的时候我都会 你看它会闪光 就会用这种高光 然后就是化妆的时候 可能用这个 SUNCREAM 然后隔离 然后我会用一个气垫 我下飞机之前的那次上妆 我可能也不会用粉底液 而是会用气垫 因为基本上你飞机到的时候 一天已经过半了 基本上你这个妆我可能四五小时就要就是卸掉了 所以可能不需要那么持久 所以同样我选择这种不需要持久 可是上妆感很好的这种气垫 然后可能会选择一个这种粉底来就是定妆 这种这个粉底很好的一点 就是它还有很大的镜子 所以就是化妆的时候也很方便 然后选择一个这种小的眼影 比较方便携带的 然后解线 还有一个眉笔 这眉笔 这次坏掉了在飞机上 这个断了 然后染眉膏 这个卧蚕笔 这是这种睫毛膏 可能不会选那种特别夸张的 深的那种 而是这种很细的这样子的睫毛膏 和这种变鞋式的睫毛夹 然后最后当然选择一只口红 这个口红我觉得颜色非常好看 就是那种稍微偏橘色一点的 就是稍微偏橘色一点 然后上装起来很自然的那种颜色 然后接下来我这个袋子里 基本上是那种平常日常都会戴的一些 就不是说只是飞机上戴的 我可能会戴一些 就是这种酵素 因为晚上就是宵夜室的多 然后就可能戴几带 然后平常都会随身鞋戴一些这个帮底 你穿鞋的时候磨脚 这样子的话会很好用 然后会戴一个这种太子的这种洗衣 就是比如蹭到什么油 可以用这个东西洗掉 这还蛮好用的 然后会准备一个这种蜜 然后如果飞机上 它给的一些食物是那种 就是吃起来有味道的 就是可以吃这个 然后是牙线 就是牙线 手双 然后一个小木属 就是真挺小 但是还可以可以用一个小梳子 然后一个唇膏 我可能会随身携带一个这种小镜子 然后平常因为 颜氧水比较干 就颜氧水比较干 然后可能会戴这种颜氧镜的颜氧水 对就是这样 希望这支视频有用 希望你们喜欢 然后再见